大家好,歡迎收看阿米日文 這個因為上次發那個電鋸人常用鋸子 結果馬上被黃標 讓我遭受莫大的損失 所以我就決定再做一起來回收這個成本 當然亂開黃腔的我也有錯啦 那麼今天要教的是日常生活中能使用的超時用死神鋸子 而且我這次絕對不會再開黃腔了 那我們馬上就開始吧 這句話就是當你反問別人關於自己的斬破刀能力的構造的時候可以使用的句子 當然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比如說有一個女生來跟你說 多米多我我懷孕了 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這時候你就可以說 你什麼時候有了我會帶保險套的錯誤 啊我又不小心開黃腔了可惡 自分の握る剣に怯える者に剣を握る資格はない 這句話就是當你想說對方沒有資格握件的時候可以使用的句子 當然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像是 自分の握るドミボーに怯える者にドミボーを握る資格はない 不畏懼所握之多米棒者沒有握多米棒的資格 十三キロや 這句話就是當你一臉轉樣的說出自己的斬破刀 萬解能生多長的時候可以使用的句子 當然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像是跟喜歡的女生在聊天 まあうまい棒はやっぱりコンポダージが一番かな へー そういえばドミボーの長さはどのぐらいな 十三キロや チャードの冷圧が消えた 這句話就是當你察覺那個茶度的鈴壓消失的時候可以使用的句子 當然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像是 最近過得怎麼樣啊 チャードの冷圧が消えた 憧れは理解から最も遠い感情だよ 這句話就是當你想表達自己跟別人不在同一個level的時候可以使用的句子 當然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像是你想要拒絕一個吃女 ドミドロ大好き 私とエッチなことをしてください 哼 憧れは理解から最も遠い感情だよ まあいいやろ 那麼這就是今天的超實用死神日文了 當然死神裡面還有許多名言之后等有機會再介紹囉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再見